塔狼野区单挑很强 所以我们这把节奏要快 打断他这个 发育的节奏 不让他发育起来就行 像上把我们就发育起来了 对面很难打 所以我们皇子的话呢 是只能比Gank 不能比单挑的 比单挑完全不是对手 所以我们要快快一点制造优势 峡谷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我们有这个 配上爆破 用推塔来带节奏 感谢公号尔雷的大飞机 谢谢 开完红 直接去蓝 有速度快 赶路过去 这把他们的狗头 就是我们打击这个点 我们的BUFF吃完 对面 螳螂 还在打三郎 直接来了 速度是非常快的 丢个眼 虽然螳螂他来不及 但我们还在对 注意 绕后的话呢 好 那他没了 不行 这个伤害是烫不死吧 烫不死 先给他一波打击 然后再去找他 他可能三起 他吃掉了 吃掉的话呢 直接冲塔强杀 螳螂在中 直接塔下 不给他活 完了 冲着了 不给他活 他这个是很无奈的 然后 推一波 这个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直接属于强杀 现在 螳螂在哪 我不太清楚 没走 路融局快捷色的话 这个配合 就要求比较高 所以我们适当的放慢一点 下路的河蟹是没动的 兄弟姐妹 并肩作战了 又被抓了 又被抓了 那这没办法 我帮他了 我们打河蟹 亲一下对面的三郎 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他三郎是肯定有的 因为他在上路 活动了很久 不管他第一波打 没打 这里 都有了 再吃一波蛤蟆 这就尴尬了 真好 差一点血 很伤 这的确很伤 我知道他可能会来 所以我们打的时候 拉得很远 这把节奏快不起来了 因为我们的 上路 上路死了两次了 所以我决定先出个提亚马特 缓一下 从长记忆 这个地方小心了 这个地方小心了 单挑是打不过螳螂的 特别是6G以后 那除非你是埋伏他的状态 给了他一个EQ接平A 他还没还手 你再给他个大 这种的话还差不多 但这种机会 太少了 这个不怕 他7级不怕 这完全打得过 我们赶快刷 先升6 好 再次一波和谐 没放出来 那猥琐一点 龙被偷了 但是问题不到 下路这波 我们 就在今天 看能不能后面不攻 甩个旗子 甩个旗子就行 只要你的旗子的范围 给队友增加到了攻速 你的助攻就有 他能6G了 一定要避开他 特别是你在EQ交完之后 如果被他粘住了 那肯定是跑不了 这个 亚索不好抓的 我们这个英雄很 很难抓到亚索 太灵活了 狗头倒是可以考虑 但是这个莫德凯撒压得太深了 没法杀 只能冲塔 现在这个谁能让冲塔扛不住 狗头也很肉 应该是单杀了 好我们可以吃峡谷了 呼叫一下 我得帮忙 这波能救 算了只能吃这个了 那你是 胆子有点大 你这胆子有点大 怎么说他搞不清楚状况 继续吃 状态太差了啊 打表 这下路都跑过来了 还是算了 回家一波 整理一下 ADC跑到上来了 好回家 一千九 买一个红色神剑啊 刚才这波打不过啊 我们现在优势还是很大的 队友心态可能不太好 因为皇子的这个EQ啊 很多时候容易被躲 所以有些战斗不适合我们 我们就 我们就 遇到一波 这个EQ一定要把他击飞并且能打到伤害所以我们还是交个闪吧 这把忍者足距很赚 这把忍者足距很赚 菜刀队 完了 又被包了 就在今天 应该是要被掩发现 咱们肯定要偷这个龙 咱们肯定要偷这个龙 先杀一个 好 没大招 有大招的话 可以强打一波 心态有点小差 小心 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可以 我的距离有点远 我的距离有点远 哎呀这EQ怎么歪了 我有爆破 可以推 谁敢违抗我的意志 这个人在乱玩 这个网号非常的生气 因为我们EQ歪了 上路已经过塔了 这个网号非常的暴走 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很强 然后 死了很难受 于是他就开骂了 但是 我似乎 是没有看到他的 消息 不理他 还更难受 呵呵呵呵 他还真难受 好回家2000块 我们再来个黑切 好我们再抽个蓝 这把由于没换区啊 因为这把还是那个区 所以就可能他的这个 这个队友啊 他的心态啊 可能不是很好 他发起了投降 但是我们都不投 在疯狂的折磨他 好这个人头 没事 我在 快跑 当作 说死 哎呀 很好 快跑 我的队友来了 没事 我在这里 看情况 好 EQ两个 交给队友 先走位 好 然后 盖杀一个 好 这个 巨龙撞击的话 死不了 算了 放他一码 好 管好以包后 我们搞个助攻 摸到了一个头 我们再吃一条火龙 但是没关系 我很肉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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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家 好 不给他机会说话了 啊 再来个苗表 再下 乌乎折磨王 抢他第三郎 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 折磨王 正是在下 好 我们现在队友还是很认真的 这个晚号是故意的 我喜欢挑战 快跑 但是我们四打五 应该是不好赢 因为对面也得很能打 所以这个局面就拖住 现在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偷一个高地 我们的AD来了 等一下 等AD到位 好 这个诺提雷斯已经被我们封锁 但是我的EQ不着急 先来个EQ 有大 但我不放 好 看看这个 直接 来不及 啊 好 他隐身了 不然我们天崩地裂的话 可以逼他一波闪 这波他们的亚索在下路 可以考虑推小微爆破 把他框住 交给队友打 好 没关系 我们死不了 火很热 先撤 他们也不敢追 主要我们人少 好 赶快保护我们的ADC 这波必须得撤了 人有点多 快跑 我们没什么战斗力了 赶快走 对面人太多了 好 金属大师来支援了 我们可以配合这个金属试一下 算了算了 溜了溜了溜了 800块买不了什么装备 买个锁子奖 能不能把他留下 不太好戳啊太灵活了 火龙搞一下 咳咳 裝備非常好,趕快跑 我們現在應該是被拖住了,不好贏了 我們這個區域正是第二盤,所以這種情況是在意料之中的 比如說這個 我們守一下 給個聖盾緩速 擊飛秒 好 二段擊飛 差兩個 交給隊友 甩個旗子 沒掉 好 這條火龍我們可以吃掉了 我們的萬豪他還是沒有在好好打啊,他瘋狂的搞事 他搞事的理由呢 也 非常的牽強 在我們優勢巨大的情況下呢 他也一直在罵人 他罵別人是孤兒 孤兒隊友 這個很明顯的給大家詮釋了真正的孤兒 他是一個怎樣的心態 很明顯一種缺愛的感覺 這個才是一種 孤兒的感覺 可能 來 框柱 好 EQ 穿三 這把我們應該打不過 哦 難解了 哈哈什麼呢 這個是的呀 他 一種就是缺少關愛的感覺嘛 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憤怒呢 對不對 他的理由和原因是什麼呢 你也 對吧 能夠感受到 我們這個大龍的話 如果能拿到 沒了 被他們偷了 俄馬西亞 勇士長者 對吧 對吧我們應該是輸了啊 應該是輸了 隊友不是很想贏 所以我們為什麼打一把換個區啊 就是防止這種不可 不可不可這個 用語言形容的隊友啊 這你沒辦法的 我們這個 莫德凱莎來了 我先留住他 我再撤出來 我有復活甲 戳死一個 巨龍撞擊不夠 他想 吹我 他的護盾馬上好了 我們 應該是打不過 他有護盾啊 但是我的隊友來了 紅藍buff EQ 他的路線的話 是往這邊走的 你選擇的路線很對 I has been slain 為了 好像還有的玩 好像還有的玩 這個網號在 送給對方人頭 恩 兄弟 和我 他想強拆 哎 他想強拆 幫助別動了 再來個擊飛 我被終結了 但是我們應該是很賺的 兩個在單挑 藍波來了 應該能打贏 很好 我們雖然是四打五 但是 來了個一換我 好像可以搞個高低 隊友打得不錯啊 打得不錯 哎 快拆啊 怎麼不拆 再搞一下火龍 再搞一下火龍 誰敢迴抗我的意見 這條火龍我們吃掉了 感謝小東東的飛機謝謝 可以贏一波 好,放大了,我們可以上了 誒 利瑟斯似乎和對面的 這個利瑟斯不太想玩了 留下 巨龍撞擊 好 金屬大師利攻,這邊有個螳螂 誒,打你,打你 幫助,帶走 巨龍撞擊 好 反面,似乎可以移撥 誒,想放棄投降 想把我們搞輸 但是,不成代理 誒 誒誒誒 還是取得了生命 誒誒誒誒誒誒誒